车辆要左转进路却被溢交人员阻止 这里是金融市仁二路137项 为了配合信义国小校舍整建及地下停车场施工 这条车辆来往频繁的巷道 从108年7月起改为连续两处S型弯道 在校舍改建工程已经达到一定进度后 趁着第三级警戒期间来往车辆大减 金融市政府决定从6月1号起到6月10号间 进行改道复原工程 将仁二路137项恢复为原本的直线道路 因此禁止车辆进路只准许机车及行人通行 因为姓小跟人小的地下停车场的顶板已经完成 我们把先前有做一个局部改道 就是有4个90度的弯道 可能要把它改回来成原本137项的直线的方式 所以我们大概利用6月1号到6月10号之间 也刚好是这段时间是在三级的疫情管制 我们是希望在三级的解封之前 把整个137项的道路复原成原本的直线 管制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是只让行人跟机车通行 汽车的部分就可能麻烦驾驶人 能够稍微绕一下路 让我们尽快把工程来做一个完成 那机车跟行人的部分 机车行进改道的范围的时候 也麻烦减速慢行 那行人的部分就原则上一样是走我们 目前计设的一个临时性的人行通道 这个部分来做使用 那施工期间就麻烦 各位市民朋友来协助配合一下 那我们会现场会有一些 议交人员来做指挥 事工期间金融市政府方面建议 南向汽车改道爱一路 北向汽车则改道爱三路 呼吁驾驶人配合交管人员指挥改道行驶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